我爹妈一辈子就赚了六七十万一辈子 我那位的网红嘛 好多人都百事不得欺减 甚至说很齐八 脑子有病 因为我做的网红 我是就像我像亭鸿大哥 他做的食饶的风味也是 一开始他只是想做一个菜就可以了 后来没想到越做越来越做 他自己都受不了场 我也是啊 一开始我想在观众面前露个脸就行了 后来一路路比较紧 一路脸往上瘾了 路上瘾了 第一次拍好视频说评论你都看过吗 有好的也有坏的 坏的我反正主要听又要说 好的嘛就感谢他们的支持这样 有没有可能网上新闻全都占你的 这不见识 只要不要像恒大的白珊珊被碰的一塌糊涂就可以了 你当时主要分享了什么 所以那么火啊 就是说 那个小王帮我包装了一下 说我是富豪弹公子哥这样的 跟王松可以比相机媲美的 哎呀是这么一次我还了得 虽然说我现在没有债 但是呢 算属于中高端吧 也不能算太高端 他们一辈子才赚多少钱啊 我跟你说 也跟那个 你的广大观众和讽刺们说 我爹妈一辈子就赚了六七十万一辈子 六七十万那个时候 是由于买了一套房子 这房子爆发的 所以说才有八百万 才有这些资金对吧 一开始是什么 我爸的同期封了房子在静安区 静安区动签了 封了三十万动签款 到赵家帮助去买一套房子 这三十万只能 只能徐家会付个首付 你三十万哪里 那个年代九十年代是吧 九八年的时候 九八年差不多 然后房子从四十万一涨涨到八百多 我们才获得感觉像浮出来的样子 那个时候后面就长得很凶 很凶 一开始谁都不知道 照样帮路 这条路以前是凑合帮 我帮了一瓶 我爸想买就买了就算了 没想到二十倍 从四十万涨到八百万 二十倍涨起来 现在那边跌了 现在那边大概也是十万一瓶左右的 后面那套房子呢 卖掉了 卖掉了是吧 因为房价已经在跌了 然后我买现在这个房子 才买了两个年吧 嗯 然后我当初嘛就 砰就涨上来 嗯 涨上来 然后嘛 咱爸爸做了嘛 然后就把房子给泡掉了 泡泡泡泡掉之后 然后嘛就 买松江这边房子 嗯 然后就买到了松江 对吧 嗯 买到松江了嘛 然后就就就就就就 就能动一下 一套万一 我又叫我爸 我妈拆资五十万 买家店买了一套三十两个房子 你一个松江 一个家店 这个距离也很远啊 其实你可以买在敏行 或者就买在松江旁边啊 为什么选了家店呢 家店那个时候便宜五十万 那个商户两用才五十万 什么本面对吧 宇航家店的那边啊 哦 现在那边嘉明信一开通 房子撑撑撑上上来了 嗯 又准备那一刻 嗯 所以那边房子 我是不舍不舍得卖的 嗯 然后反正就现在这个情况 还是蛮好的 他们嘛 他感觉如果这房子 我没有再出什么什么 这房子就留给我了 嗯 现在涨到五百八十万了吧 嗯 就留给我了 他们反正 然后养老金还有上了八八十万 嗯 我帮账户里面还撑着 是不可拿 我说万一我哪天出事去了呢 嗯 我也不拿 确定吗 他说确定 我说你这老子老子都这么大 哈哈哈哈 因为有些事情你是能用钱解决的 嗯 有些事情你钱解决不了的 是的 比如说你法院的大锤子一拍 你给他五百万解决不了 你十年关系你肯定一年都逃不了 嗯 但是如果说你出了什么事情 用这个钱去赔 但你现在能出什么事情 啊 我就举这么一个例子 做这网红是为了一个知名度的 嗯 不是为了赚钱的 对 好多人感觉你不赚钱 你干嘛干嘛 嗯 都这么高啊 都感觉我很齐巴 我整个飘变做天空一朵云 这飘来飘去飘来飘去 啊飘嘛 因为因为你飘了嘛 你结束你离别碰杀 就不远了 嗯 我何必飘呢 叮叮叮 叮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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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叮叮 叮叮叮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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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